体重多 哎呀我体重140 那个我就直说吧 其实将来半年之内 你能够二十年 够二十年我过来看身前 够二十年我过来看身前 不要 他的要求都是无理要求 糟老头子你坏地狠 人家都是药车药房 要二人事计 他可倒好 让大妈直接减重二十斤 你是人家爹还是妈 你咋管这么宽呢 俗话说的好饺子 要吃烫烫的 老花要去胖胖的 万一减肥减个好歹 你能负起责任吗 还大妈减肥二十斤 你就来接他 人家咋就这么稀罕你啊 真把自个当东北乌彦祖了 是个女的都得上杆子嫁给你呗 整个老花经代 真当自个是叫瘦了 老凳子说难听点 都快去见你爹妈了 还要求富白貌美大长魁的 咋的想去那边光宗药祖去啊 有本事就忽悠个大闺女结婚 没本事就作主别吭声指导不 废话不多说 赶紧今天节目 先来看看今天这个不要飞丝的老壁灯 留门的 又见面了大人 高海春六十九岁丧偶 退休金三个钱 外加打工共计六个钱 四瓶室一套七十瓶两居室 看着老头的条件也还不错 高不高质量咱不敢说 但是瞅着他属实不像七十古来西的岁数 猛的一看也就五十来岁的样子 年轻的外貌加上健硕的体格子 月收入也不算低 这还不算是最关键的 高大爷之前上过一次咱节目 虽然没能顺利牵手 但也是隔四瓶上收获了一大批女粉丝 无数大妈为之疯狂着迷 不光有钱有房子长相也不错 关键还是个居家好男人 过日子方面也是手拿把掐 那么这次他的择偶要求 又有啥电话吗 那大哥现在的择偶有什么变化呀 性学爱好爱好广一点 性学爱好广一点 别别太说说别太呆板 别太呆板 那其他的呢 其他的演员还非常重要 演员还是最重要的 演员没演员就过不了 演员是多么的重要 不管老的烧的丑的尊的 下到十八上到八十八 都是想要好看的 自从高大爷上次相亲结束后 又无数大妈给节目组打电话 上杆子要排队和他相亲 这不红娘就随机选择 一个大爷的脑残粉 至于俩人能否成功 咱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你好你好 赵玉芬六十四岁丧偶 退休金三点四个千 吉林市有套一百二十七平三居师 哎妈这可是个高质量大妈呀 不光退休金不少 这房子面积也是真不小啊 要知道在东北中老年相亲节目里 拥有一百平以上房子的老头老太太 属实是奉毛铃脚呀 赵大妈自从看了高大爷的节目后 对她是一见钟情面你不忘啊 就那天看见高的就那高 我看挺干净利索的 我说他这人还行 这人谁要找他谁相复啊 又会又会做饭 还会开车 还会那什么 什么家务啥都会找 你看自己的手那么干净 他打动我了 大爷相亲要求特殊 让大妈半年减肥二十斤就同意 红娘都看不下去要劝她 大妈 我家不欢迎 赵大妈可以算的上高大爷的小迷妹了 你丑寿提起她眼角蚊都能加死之蚊子 但是好饭不怕晚 好女子不恨家 倒贴的往往都不会被珍惜 咱最起码的金石还是要有低 咱先来看一下赵大妈的过往 她年轻时是护士出身 兢兢业业干了三十多年退了休 大妈原本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尤其是有个让人无比羡慕的老公 丈夫和自己在一个单位上班是医生 得空就给大妈做饭送到科室里 就连老天爷都嫉妒这对神仙眷履了 十二年的一场心梗 让大妈和老伴天人勇哥了 那是一零年 他早恋 跑完回来还没事呢 到大嫂家了 这不就吃完了 我哪里去外面走步去 溜得去 我大侧他们 就是老姑 我姨妹那个什么 我姑那个什么了 出了车抽了 中午十一点半就走了 就没了 当场就没了 心脏猝死了 当时就皱挺了 心脏 这给赵大妈的打击属实太大了 这几年在亲朋友好友和孩子的关怀下逐渐走了出来 直到那天在电视上看到高大爷和老伴有那百分之五十的相似后 就赶紧给节目组打电话 要求和高大爷见面相亲 无论高大爷这样的话 就是你心目中就是你想找到另一半的形象是啥样的 基本就像他们呀 哎呀我去这典型的花吃病饭了呀 赵大妈现在满心满眼都是高大爷 咱该说不说你得矜持一点呀 别一会儿吓到人家了 就在红娘去接高大爷的间隙 大妈非常热情的给老头准备了饭菜 不过这做饭的方式属实给老弟惊到了 放我的表 乖乖龙地动 七七真是福了 你这是下饺子还是扔地雷呀 大妈讲话的老伴在家他啥都不用干 都没有做过饭坐等吃现成的 我可知道你老伴为啥突然走了 就是被你给累死的 不过这也能从侧面看出来 赵大妈对这次和高大爷的相亲有多重视了 高海春 高海春高大哥 赵玉芬赵大姐 跟电视有没有区别呀 跟电视有没有区别感觉 长相什么的 没啥区别 跟电视上啥有没有出路 没啥出路 草得干净的 挺干净的 挺干净的 挺好 这哪是大呀 这就是我的好大哥 男人最喜欢的就是女人的崇拜 女人最喜欢的就是霸道总裁 从一进屋大妈的延伸 就没离开过大呀 但是咱也得矜持一点呀 这不饺子也下好了 虽然都张嘴了 但是这都没关系 主要有这个意思就行了 赶紧坐下落点正经的吧 你这那房子收拾多累挺啊 不天天整一周高兴了就干点儿 当不上累了 也不可能累呀什么的出去玩就没有时间 也就这么地儿了 她懒惰她不愿意动态 69岁高质量相亲太过分 嫌弃大妈胖得像个母猪 直言要女方减肥20斤才行 大妈想要我的命就直说 老头子是条子还真不少 就自个一人猪你说能有多脏 脏了再食道不就行了 一个星期一次的算长了 当然杰皮男女当我没说啊 而且你的房子才70个平方 大妈这五屋有127个平方呢 天天收拾不得累坏了 七七的房间都是下不去脚了才食道 大部分都是我妈看不下去了 给我整了 但是我干活除了 从小到大 我家我最小也什么都不用我 但我也努力了 我努力去干 俩二八有同时收入屋子 还有点情趣呢 你看想着想着干 知道有钱争着花的 有好吃的争着吃的 有活争着干的还真不多 掉入爱河的女人谁说都不行 带着一个恋爱脑像个小傻瓜一样 但这仅仅是大妈的一厢情愿罢了 高大爷这边可还没徒口同意和你在一起呢 接下来他就在做死的边缘来回事探了 体重多是多 哎呦我体重140 跟我一样 好 我也140 那你可不像 你猜我多严肃呢 那个我就直说吧 其实将来半年之内 你能够20年 够20年我过来开身前 够20年我过来开身前 不要 讲不掉 你赶紧给我滚犊子吧 看到你这一出我就来气 好想给你来俩个大逼兜子 也怪这老太太们给她惯的了 整得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 马上飘得要和太阳间并肩了 这时大妈也是不乐意的 总不能因为喜欢你 让我搭上老命吧 那你艰苦 你不自己招你自己吗 你要再减20 这120了吗 那不算好吗 标准体重多好啊 你要标准要命吗 要命还要标准 没那么严重 没那么严重 我不能听你这句话 所以有钱 难买老来瘦吗 不是 那你喜欢瘦的 你看那一天 买那老核档丸 大白色丸 你得劲啊 他那种太极端的 太左 大面是这些事吧 这些方面我挺满足 但是接触以后跟他谈话 就是这些细节 我有点接受不了 我看看这老逼凳子 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 你还是哪凉快 哪呆着去吧 别搁这气人了 一会大妈犯病了 看你能逃得了不 梦里啥都有 你要减肥你自己减 别让着别人喜欢你就搁这 有恃无恐 下次出门 别忘了照镜子 不行自己撒泡尿 也行知道不 本场相亲宣告失败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更新到这里了 咱们明天精彩再会了